你敢想象吗 一位60岁的美少妇竟然从未体验过真正的快乐 所以她在丈夫去世6年后 终于下定决心 要重新想办法体验爱情的滋味 她先是在网上花大价钱预定了一名22岁的南大 接着提前到达酒店 进行准备 最后就是等待南大的到来 很快 南大在预定的时间内抵达了酒店 尽管小夕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 但是在听到敲门声后 心中还是充满了紧张和害怕 所以她赶忙喝了几口水 才把房门打开 门一开 很优秀的南大 这下小夕更拘谨了 而南大不愧是这个工作岗位的佼佼者 一眼就看出了小夕的举措 所以她主动开口 两人简单的对话后 场面不出所料了 又陷入了尴尬的氛围 不过南大似乎早有预感 因为她很自然地躲到沙发处坐下 不仅如此 她还询问是否有香槟 小夕一听 赶忙走到冰箱处 拿出早已备好的香槟 而南大也很有眼力见的结果 就这样 两人之间的氛围似乎有一些变化 从交谈中得知 南大不是孤儿也不是被迫 并且她做这一行已经有五年了 小夕一听这么长的时间 就很疑惑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南大做这一行 她也直白地询问了 南大却打趣地说因为自己是大学生 要挣学费 随后她就扯开话题 询问小夕 为什么从进屋到现在只字未提今日的目的 风水轮流转 现在轮到小夕不知所措 南大也不好太给小夕能看 所以她主动起身握住小夕的手 轻轻地撩起头发 接着把她拉到床边 准备进入正体 谁曾想小夕这时候还能悬崖乱马 南大无奈只能上手夸赞 这抚摸家夸赞 瞬间就拿下了小夕 于是下一秒小夕就去厕所里换睡衣了 与此同时 在外的南大也赶忙把自己的衬衣扣了解开 然后躺到床上 躺了一会儿没忍住站起身到冰箱里拿了罐子喝 哪怕南大身经悲哀 但真到那一刻还是会紧张的 所以她又开了一包巧克力吃 结果吃到一半 小夕出来了 原来 小夕是一名退休的女教师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小伙说明 自己循规蹈矩了大半辈子 还是头一次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除了丈夫外 她还从没和别人一起冒险 南大是唯一一个 而小夕之所以会想冒险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她觉得自己已经年老色衰了 如果再不抓紧 可能这辈子都体验不到真正的快乐 第二个是她的儿女都已长大 并且离开了家中在外打拼 偌大的豪宅就只有她一个人 所以她做了这个冒险的决定 但从厕所出来后的小夕 就像被扎破的气 泄了气 她向南大坦白自己只是一时冲动 可以不用继续下去了 不过该付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可南大坚持要完成该完成的工作 这一番话成功地触动了小夕 就这样 两人水到渠成 完成了第一次的交易 没过多久 小夕又想起了南大 上次的体验非常好 让她有年轻十几岁的感觉 所以她再次花高价约了南大 这一回再见年 两人都没有了之前的拘谨 取而代之的是从容淡定 更牛的来了 小夕竟然还列了愿望清单 她希望南大能再约的这两个小时 完成自己清单上的所有事情 南大借过清单看了她 感觉有些许压力 如果是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的话 有点赶 但是客户的要求 总不能说完不成吧 所以南大想了一个妙招 那就是拉着小夕跳舞 先进行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再来进行清单上的事情 于是南大拿出了手机播放音乐 随着音乐的节奏 两人开始摆动身体 没有固定的舞步 都是随心而动 很快 小夕就放松下来 沉浸在其中 两人越靠越近 屋内的氛围也开始升温 突然 小夕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女儿打来的 她向南大解释 自己的女儿已经二十多岁了 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不如会找自己 然后自己也不好不接电话 哪怕不想接也会跌 挂断电话后 之前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 小夕有些许惆怅 就干脆和南大聊天 她说自己虽然已经是母亲 但却从没感受到当母亲的幸福 因为大儿子和女儿都与自己不亲 除了有事情找自己 其他时间其他事情都不会和自己讲 南大听后有同感 只不过关系正好和小夕相反 她是18岁之前就离家在外闯荡 母亲没有任何的询问与担心 有的反而是放松与开心 小夕听后万分不解 在她眼里 南大是个非常好的人 怎么她母亲会这么对她 不过现在无暇思考这些 因为留给她们完成清淡的时间不多了 可当真正要开始的时候 小夕又退缩了 南大无奈 只好吐露一些自己的经历 以此来安慰小夕 原来南大曾经扮演过小猫小狗 因为有客户是这么要求 也有人只要求她陪伴看电影 也有人让她悄悄地来 再悄悄地走 无论是什么奇葩的正常 南大都经历别 可这些对小夕来说 都是新世界的打开 所以她也彻底放松了 60岁退休女教师和南大共处一室 两人盖被子纯聊天 你信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就看两人身上的衣服 就知道已经发生过什么了 这是两人第三次在这里见面了 前两次可看前两集 现在说回第三次 因为第二次的清单没完成 所以小夕再次约见了南大 这回两人一上来 就把剩下的全完成了 完成后就开始聊天 因为小夕实在是太喜欢南大 所以没忍住查了南大的信息 本以为南大得知后会是惊喜 没想到却是惊吓 此刻的南大看起来很生气 因为这是她的底线 尽管她不在意并且也从事很久 但现实是现实 虚假名是虚假名 怎么能二者昏为一谈 南大严肃地告诉小夕 两人到此为止 以后也请不要再约自己 随后就穿上衣服付 可下一秒她又回来了 只不过不是因为小夕 而是因为手机忘了的人 结果怎么着也只知道 本来的怒火加上现在的焦躁 南大瞬间爆发了 四处打砸东西发泄情绪 一旁的小夕直接傻掉 过了一会儿 南大似乎冷静了下来 她看着小夕 慢慢讲出了自己的曾经 原来母亲之所以不关心她 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内容 所以当自己的真实身份被客户知道 她都会控制不住地发火 最后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 可没过几天 小夕就按捺不过了 她还是想见南大最后一次 并且向她道歉 所以这一次没有约在房间 而是在楼下的咖啡馆 起初 小夕有些担心南大会不来 没想到几分钟后 她还是来了 可就在她来之前 有个服务员过来 认出了小夕 因为她曾是小夕的学生 这下小夕干大了 而刚来的南大一眼看出警醒 于是她主动开口 小夕一听 赶紧顺着台阶下 应付完学生后 小夕开始今天的正题 先是向南大道歉 表达是自己跃绝了 不该查她的信息 然后是把自己的信息告诉南大 她本名叫苏珊 丈夫早逝 南大是她的第二个男人 也是让她感受到真正快乐的人 最后 小夕向南大表示感谢 如果不是她 自己可能也不会行 不会了解她 其实性工作者没什么难以启齿的 穿短裙的女生也没什么该骂 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删的家族 南大笑了想 表示她早就原谅小夕了 因为她这次回去后 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告诉了弟弟 想象中的责骂厌恶都没有 得到的是尊重 那一刻 南大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小夕震惊地听完 这时 学生来送咖啡 她赶忙叫住向她道歉 她为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 并且大大方方地介绍南大 告诉学生 自己和南大的关系 不仅如此 还当着学生的面 说要和南大一起回房间 两人回到房间 这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 又或许是新的开始 小夕在南大要走时 送了南大一句话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兴趣的话 动动发财的小手 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